足迹总处9月租金指数104.36 创下新高 民众荷包难免失血 立法院讨论所得税法第17条凶政草案 房租支出渴望从现行的列举扣除额 改为特别扣除额 超越立位更是争相提案 扣除限额从17万到30万不等 2025年5月报税时 全台湾超过300万租屋组渴望受贿 房东一年是有30万的租金收入 是可以当作免税额 相对房客我们如果没有提高到 30万的话我们会觉得 为什么政府都是对于房东比较好 委员还有党团提案都把它列为 改列为建议列为特别扣除额 政策利益良善 本部尊重委员的提案 财政部表示租金支出属于重要生活支出 为了照顾租屋组尊重立位提案 如果修法通过房租支出列入特别扣除额 不论选择标准扣除列举扣除者都能适用 都使可能增定排付条款 避免扩大贫富差距 如果一般人他用了标准扣除之外 假设他又去租房子符合这个规定 他也可以特别扣除 就是两个相加 对对于没有房屋的人才适用 如果他自己有房子出租 然后要去租房子 然后在这个地方对租金再来扣除 我想这个部分应该要特别注意 建林总统大选政府带端出减税红包 正月23号也拍板 明年5月申报今年所得税时调高基本生活费到20.2万 提高伙食费的免税额 此外2024年每人免税额标准扣除额都会提高 预估有662万户受益 2025年报税的时候就会适用 新唐雅电视王冠林沈维彤 台湾台北报道